由27個人組成的 2019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訪問團 最近到馬來西亞 走訪知名地標和國會殿堂 還參觀新洲日報 和大馬青年交流 就是讓我特別驚訝 就是種族融合的部分 因為之前沒有想到說 它會融合這麼好 然後在路上真的會看到 各種語言的標誌 標語 然後各種語言膚色等等的人 都可以這樣子很和諧的在一起 另一位青年大使是 東吳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學生 許丹廷 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國會參訪 並且和青年議員交流 學習到不同政府運作 和人文風俗 這次真的很深入的 學習到馬來西亞 很多不同層面的東西 人文 政府 不管什麼方面都有學習到 我覺得這是最珍貴的 跟一般旅遊不一樣 青年大使訪問團 在吉隆坡舉辦的 《台灣之夜》 帶來充滿台灣風情的精彩表演 獲得滿堂彩 駐馬來西亞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副代表 影星員 和外交部 國際傳播司大使 回部辦事張繼平等人 都有出席 除了肯定青年交流成果 也介紹台灣 期盼吸引更多人 來寶島觀光 大樓飛翔 進入你台灣